網向編輯第四節回來,有我Raymond Wong,有嘉賢真,還有澳洲真BC 剛才講到那些高級客人,我發現有個高級客人是高屋團的大佬 我記不記得,高級客人又弄了一個海報,還是劃了人家的海報 在人家的海報上面貼另外一個號碼 白仔,跳了一個白仔 之後很多事情都是很關鍵時刻,很多高級客人都走出來 不單止這個百分之二的組織,芒果都是個高級客人,大家都知道 還有這些,黃楊達這些都是 黃楊達收了皮了,沒有了,黃楊達已經在這個圈子當中 就算連他的議員都秉承了一個全職造謠的身份 之前說西九站的玻璃都爆了 其實都是一個高級客人,他做的事情 李松泰,他的小朋友弄了一張照片 然後人家一看就是假的 我之後都被人經過那裡 根本拖拉槍一隻都沒有 這些都是造謠,像Tony所說這些都是造謠漆 一看就知道熱血時報,不敢相信 那些熱血時報和藥智人士是沒有分別的 或者是用白卡的白卡仔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 還有,我的發覺很奇怪 就是那些高級客人永遠都很容易進入黃絲陣營 社長你有沒有發現呢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很多高級客人已經滲入了黃絲陣營 其實我們不是說全部是黃絲 只不過有一堆人很奇怪 就是他永遠不叫得最大聲 但是很關鍵的時刻他有做錯 或者拋一些很荒謬的理論出來 就不搞散整個運動 包括以前說什麼星級那些東西 大家記得兩個星期之前 不是有個個位朋友是附近來的 那他那條片我都看了 一樁刊訪問他 他搞事 為什麼那些人每個人叫我衝的時候 我在前面沒有人陪我衝的 每個人都在後面叫的 其實很多高級客人都是這些人來的 是啊 你記得是在後面叫的 但是他自己躲在後面的人 是嗎 沒錯 所以其實我 其實我的人格比較低賤 那我就覺得很多網台 講到鬼死這麼高級的 高舉什麼其次 其實都是共產黨高級客 你這樣說 我們又會有很多不喜歡的 我馬上不喜歡這個項目 我如果有十分喜歡我馬上不喜歡 我馬上不喜歡 就看看共產黨 怎樣在網向部操作 海外精神派媒體 不只是網向部 現在星期二都是 就是 Tony都榮升了這個 榮升了這個 怎麼說 共狗陣營 為什麼 沒有什麼 因為他們上一集 不是因為他們上一集 他們批評過這個劉小禮 他們認為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金龜邊一集支持劉小禮 他們想聽我也是那句 支持劉小禮 我現在叫大家支持劉小禮 是我個人意願 不是啊 我現在說一件事是獨家的 肯定沒有人說過 我認為 如果你們是拿不到主意 如果拿得到主意的 你投入書 沒有所謂 我不會給你改變 給你投票立場 但是拿不到主意的人 其實是可以考慮 投這個健康大使 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可以解釋一下 當我看到快必 給這個演員快必 在這個西門子敬導演的鏡頭之下 拍到他罵一個阿婆 那我就覺得 反正快必都是用行動 叫人頭 做健康大使 不如我 我叫大家投健康大使 因為這個西門子敬 他拍了一條片 拍到呢 這個快必就走了去 這個 這個 健康大使的 造勢運動 造勢活動那裏 就 快必就罵一個 三五四七 不知道 普通人來 應該是阿婆 西門子敬拍過 剛巧西門子敬 有一個出現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被阿婆罵她的西門道出來 什麼人都不認識的 西門子敬 非常涼薄的西門子敬 竟 竟然可以獨家的鏡頭拍攝到這個快必 這個演員快必 政治演員 這樣都可以的 那不如 認真地說 我是很認真 不如 市民自己 自己歸邊 做信民 投票給這個 什麼就對了 投票給這個健康大使 因為你無謂 益快必 啊 芒果佬這些人 其實為什麼芒果佬現在還有 芒果佬和馮檢基 為什麼要找得到 就是因為 共產黨計到的數 就是你們全部人 加起來 倒下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多人 共產黨那邊 就很簡單 這條數字 就是數學來的 那他唯一的做法就是 我找一個 像民主派的人 出來搞搞你們 那他就找了芒果佬和馮檢基 很簡單 其實 因為劉小麗 是其身不正的 如果劉小麗 是 那樣東西 真是講民主的 真是不是行一言堂的 那是沒有問題的 芒果佬是沒有位置入的 問題就是 劉小麗是機關選順 這個是真的 劉小麗是機關選順 那些事是不會出現的 是出現不了的 因為他可以出來跟人說 我都 我一早叫了你 馮檢基來初選 是你不肯的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那 情況就是 因為小麗是機關選順 他連初選都不想 他一定要出選 然後他還要進了工黨 將自己和李卓人 綁上同一輛戰車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你自己其身不正 共產黨一定是找芒果佬的人出來 因為芒果佬 他永遠都是聲大大 而且好像很理直 氣壯 你們個個都講民主 其實就一言堂 不理過民主的 只是玩民主霸權 找芒果佬 經常都是這樣說這些 他是靠英文起家的 那時候就屌民主黨 那現在就重蓄固業 那你就給個機會 芒果佬重蓄固 那問題就是這樣的 你如果不想幫芒果佬續命 你這次一定的情況 一定要怎麼樣 有幾樣東西 我分析一下給大家聽 不正確不要緊 你可以留表我 不要緊 沒有所謂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 關乎大家的福祉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講一講 就是這樣 如果 純粹是數學 數學票量計 數學的計劃 現在如果全部民主派的人 投給一個人 理論上是會多票過健康大使的 理論上 首先大家同意先 對 共產黨分析了 他現在找了芒果佬出來 他扯散了 和基哥 他基本上在九西那裡 扯散了一半 一部分的人 那你就不可能 小禮 其實就不可能贏 數學 純粹 純粹數學 因為芒果佬那邊是四中 那些人 九成的人都是四中 芒果佬 他一出就投給他 他不會理你 劉小禮是什麼 不會的 劉小禮是什麼 不重要 所以 情況就是這樣 當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兩邊 我兩邊的意思 先說清楚一點 就是 芒果佬加 劉小禮 這個是兩幫人 劉小禮是兩幫人 劉小禮是李卓人 如果兩幫人加起來的票 是多過這個陳凱恩 那 有一件事就成立了 就是芒果佬 實際是有效用的 那你就 芒果佬 下次 有這樣的情況 他都是會出來 就是有人會請他出來 給他錢去做事 這個是當然的 那如果你投小禮的 支持很多人投小禮的 但是你基本上不夠 基本上都是不夠票的 那芒果佬他有四中 那你給共產黨看到的訊息就是 哦 芒果佬真的可以有效的 這樣扯散 你們 那他每一次都會找芒果佬 就是每一次他都會找芒果佬出來的 尤其是對決情況 因為芒果佬出來是沒有成本的 還有 芒果佬是非常之容易被人收買的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如果要不幫芒果佬續命 我不是玩焦土 是策略性投票這個 因為 你是贏不了了 你本身已經 我的分析就是 你本身小禮已經不可能贏了 這次 如果馮檢基出來算 你不可能贏了 不如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投票 令到 令到 這個陳可欣 的票 是多過你兩個人加起來 就是 馮檢基加劉小禮的票 是少過陳可欣的 那芒果佬就沒有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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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共產黨 總之 還要大票 多票當選 如果陳可欣是多票當選 芒果佬就失效了 如何令芒果佬失效 這次應該叫做 其實投陳可欣就可以令芒果佬失效 對 真的 其實芒果佬出來之後 陳可欣是不是都贏了 那你的票可以有什麼用 你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搞到芒果佬沒有下次 如果不是他會再出來 但是你這樣說 就是說 我們氣骸頭暗 黃絲會這樣說 現在你沒有 情況就是 現在你有什麼籌碼在手 除了你只有一票之外 你沒有其他籌碼在手 如果你倒閉到芒果佬 他們說到 應該關鍵一盞 17對16 如果劉小禮贏了 就17 很認真地說 劉小禮 不會有任何影響 在議會裡面 她做不到任何事情 就算多一個人都沒有用 我不是說要 我是很反對焦草這件事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你看到芒果佬 她不斷會出來搞局 你現在是一定要令到芒果佬 和彥基這七頭 是失效 就是你投票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或者你直接索性投陳可欣 都有這樣的效果 就是可以令到芒果佬收皮 但是這樣 就是理論上是對 但是這樣說 就是怎麼說 這一仗未打已經認輸 那不合適 是不是這樣說 雖然我是很悲觀 其實現在是否都會輸 現在的情況 因為你看回 洪遣經他有多少票 他是不是也有兩萬多票 你沒有兩萬多票 就贏不了 劉小禮 怎麼會贏得 沒有可能贏得 但他們沒有輸 如果那幫人 你沒有忘記那幫人 那幫人是不停會沒事的 支持他那幫人 我們要很轟烈地輸 他們很轟烈地幫幫那個佬 俗命 現實就是他們很轟烈地幫幫那個佬 和馮檢基的俗命 下一屆又多兩條 一定 我這樣說 很多人都會很反感 一定 我自己說也很難說出口 其實 但是我看 這個形勢就是這樣 這個情況就是 你如果 我覺得 我不會 這麼贊同 因為 這樣做 未打才認輸 不是這麼 有一點點說 你偏重了 為了 剿滅芒果佬而認輸 這個道理 但是你 如果有芒果佬在 你就連贏的機會都沒有 下一屆 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大家自己想 其實我 給這個看法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參考一下 如果覺得不對就算了 沒有所謂 因為 這些是險著 太險著 但是 而且這樣說過 我們都是被人罵 罵慣 不過沒有所謂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他 他繼續這樣 你讓人看到 芒果佬是有一個 號召力 是否可以做 三四萬票才算 芒果佬和馮健 加起來 可能有三四萬票 那他 他就永遠續命了 老實說 是西九 永續西九 這個芒果佬 還有他有金主 郭博士那些 丟了很多錢 去西九 即九西 不可以 所以 我 我到現在 都認為 你要 擋住他們 你最好就是 鎖定自己 埋位 投陳凱欣 告訴共產黨 我現在不喜歡 民主黨 現在 民主派 你意思是 等 共產黨 搞兔死 走狗派 是啊 先炮了芒果佬 然後再 再謀 因為問題是 如果你繼續 繼續 好像現在這樣說 罪人都罪不到 因為 到最後 芒果佬一出來的時候 因為芒果佬始終 都是有一個政兵力 在那裡 堆不忍死 你要等他們那邊的人 看到 芒果佬實際是沒有效的 芒果佬就不會再出來 因為芒果佬這個人 怎麼說呢 這個人 芒果佬這個人 是沒有政治理想的 他只是賺錢的 其實現實就是 如果 別人看到他沒有效的 就不會出這個錢的 芒果佬就不會出來搞局 是不是 這樣 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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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蘋果日報》那些什麼造勢 全部倒在小禮那裡 我告訴你 小禮就是一個 三四十歲的尤為精 是 是 弄的 是 縮骨的 是 是 是欺騙一些男人的 是沒有用的 他入議會 任何事情都不會做得到 還有 他被很多人追擊過 他沒有捐錢 我們都 說了一點點 我們又不是真的用追擊的態度 他就馬上補回錢 他的錢全部都是今年剛才捐的 問題就是 你根本就沒有心做 你就不要說來騙人 趁選之前就搞一條數 哪有這麼便宜 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騙人 我覺得 其實 九龍西有很多人 是比 劉雪瑞更加適合做議員 為什麼這個機會 要給劉雪瑞 因為他是心亡的人 因為他是政治立場 是真的 即是你基哥 基哥那些 譬如蓬基那些 你這傢伙肯定是金沙 其實他應該 應該撤起來 但問題就是 即是蓬基這些人 他自己被芒果佬利用了 他都不知道 他不是被芒果佬利用 基本上 他都是 他都是 純服了 被共產黨 沒辦法了 不過 喂 這麼說 這麼說 我認為芒果佬和他都是 怎麼說 都是 嚴格來說 是一路人 是一路人 是窮 窮 但芒果佬他是 即是 有一件事 但芒果佬 他是有一班死忠 還有他 他到現在 都是有錢 扔下去做的 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 他有那個感染力 這個死人頭 你真是 要搞定他 就是希望 如果 劉小禮 這一波都輸了 分分鐘 整個泛民 真的 但是 你怎麼說 這些事情 就不應該把希望 放在劉小禮身上 因為 因為 每一個 當你所有人 包括傳媒 所有人 都扔下去 這一波都是輸的 這件事 是代表了香港 的民主運動 是正直死亡 那個後果 其實如果 一個地方的人 想要民主 他會不斷追求 這件事 香港人 根本不是這樣 香港人 我覺得 他們已經是 大部分的香港人 是染完了鬥爭 在網上 呱呱吵那班 才說不鬥爭 而實際上 香港大部分人 是染完了鬥爭 那你也對 這是事實 因為 其實很多 堅持鬥爭的人 其實是 正比斯說 高級派對 是 他們是靠鬥爭 賺食的 而真真正正 賺食的 其實他們 專門是要扯散 專門是要說 一些特別的事情 來扯散整個運動 就是 這個就是 他們是想這樣 來獲得自己的權力 大哥 一百萬一年 他們可能是有心的 他們當是全教 實際上 實際上操縱的 可以操控 的資源 算是遠超過一百萬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個情況 就不是 純粹可以給 某一方 人操盤 比如 這個情況就是 你好像平安那樣 平安不肯多錢 你選不到 如果你做 泰民那邊的人 肥佬麗 基本上就是肥佬麗 或者是 究竟你選不選到 就是肥佬麗 或者是 之前有個雷洞 你選不選到 又打擾獸或是 其實這樣 是不行的 我覺得 到最後就是 每個人都要 負回自己的責任 就是 好像 好像 佩皇朱那些 朱西迪那些 又是 你選了出來 又是 看到這些人實際的行為 就是很有問題 就是 現在我看到 就是 其實香港 民主運動實際上 本身已經沒有一個 可以說 代表到整個運動的 人民 而是又可以統領全局 沒有這個人 對 完全沒有這個人 正如我講 是沒有了一個大同 沒有了一個中央系統 所以基本上 司徒華死了之後 已經沒有了 所以 都是 一個死局 究竟香港人怎麼做 我也是那句 大家 保護自己身邊的人 不要把所謂自治 還有我想說一句 如果你的民主 建立在仇恨之上的話 你這個根本不是民主 根本是法西斯來的 是嗎 好像現在仇中仇大陸 絕對是 絕對是 是為了發洩的 就是我生活不主義 我要改變 改變什麼最好 最好跟西方那套說民主 那不是說西方那套民主不好 不過你們這樣爭取法 基本上是發洩多於民主 你們是希望利用民主 然後去推翻現有的體制 包括把所有 譬如說 我老闆對我不好 我有民主 我就可以對付他了 他們是沉醉這種幻想 打土豪分田地了 變回小國幸了 因為我沒有樓 生活指數高 我份工 我份人工什麼 我們有民主之後 就可以把香港 由一個國際大都會 雖則已經不是大都會 是一個城市變回鄉村 我們一起小國幸 好像台灣那樣 這樣東西是不可能的 是啊 其實大家 其實你如果覺得香港這麼有問題 譬如說 你現在的生活 你覺得很不開心 譬如在大城市的生活 你覺得很厭倦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其他地方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很不鼓勵別人移民 就是沒有想清楚的人 不要移民 但是如果 聽過我們節目這麼久 還繼續聽 你又覺得 真的 真的覺得 移民是一個出路 其實你香港很厭倦 很厭倦 很厭惡這些政治鬥爭 或者很厭惡這些政棍 所謂所謂 移民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一定要 我們說 說過多次 一定要三次 還有你真的知道 你自己移民 會怎樣 就是那個後果 就是決定移民之後的後果 你要清楚知道 那你就可以做了 就是現在 你看香港的情況 其實 我同意 家產人說的 你現在基本上 被人夾死了 比如好像 這次的普選 你投了誰 真的倒在劉小禮 真的含淚投票的劉小禮 劉小禮是怎樣上來的 就是叫你不要含淚投票 你要含淚投票給劉小禮 但是劉小禮她出來之後 竟然你現在是要含淚投票給她 她 她爆了出來之後 短短幾年 竟然可以 由含淚變含淚 就是你還要看到芒果佬那些 翻翻生出來 搞局 其實 我都心淡 說真的 芒果佬那些肯定是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 視這個芒果佬的話 你就要首先 先吃了披箱 那你願不願意 吃一個兩年的披箱 就是兩年而已 兩年之後都要選過的 這次 成本我認為相對是低的 如果兩年 健康大師選了 是不是兩年 兩年課制的 這些 之後 下一屆 建制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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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定數的 在九龍西 當那個時候如果再混戰的話 那 泛民是不是有機會呢 是不是 其實大家是要想長一點點 不要只想 我現在 保選 我只要留小禮贏 因為她是一個 icon 現在她是一個 icon 現在民主運動就是要 盡量保持 不要再失這個議席 是全草必爭的 但是 主族是這樣 但是 如果這樣都輸的話 就全部會崩解的 但是 你是不是 都會崩解的 我告訴你 這次不是 大家想到那麼容易 是 現在 芒果拿出來搞局之後 和 馮檢基 兩條子 這條是 數學問題來的 這條是 加上 劉小麗 是肯定多票 過 健康大師的 但是 芒果拿出來的票 就 令到 劉小禮不會當選 就是 芒果拿和 這對 男兄男弟 他們 已經肯定 他們的存在 已經可以肯定 劉小禮不會當選 在這次 這次 這次 你投劉小禮是浪費票的 我再重申一次 我的說法就是 不如 用這個機會 去 投 這個 陳可欣 令到 劉小姐跟 這個 馮檢基 加上的票 是少過 陳可欣 這樣 這樣 你覺得 泰空大師 全部都會輸 根本上 是 是 其實一點都不兇 表面上看是很兇 但實際上 劉小姐是沒有機會贏的 是很難贏的 是數學問題 是數學問題 不是 劉小禮為什麼會機關算盡 就是要逼走馮檢 因為 其實劉小禮 贏的信心都沒有 贏的信心都沒有 是 現在整個泛民其實 至雨傘之後 應該說是 所有人被DQ之後 已經著著錯 到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再想出一個大方向 應該怎樣做 以前司徒華再生 都依然點出 苦撐代變 大家忍 但是現在 個個的各有各答 總之什麼 就聚在一起去死 政府有一個優點 香港政府有一個優點 他就是坐在那裡 什麼都不做 他就可以贏你的 是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搞你的 他根本搞你都免 而有時候 說真的 如果我做777的話 很多事情我都不會理 坐在那裡贏 其實689都是這樣 佔了這麼多天 有什麼得著 實際上 什麼都沒有 很認真地說 其實就是 當時我也看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這樣 他實在被扯散 政府肯定什麼都不做 不做就贏 他們 你們就肯定是平兵來的 一班 還有是會扯散了一代人 問題就是 現在連 田敏華那些 都走了去做保險 我聽不知誰說 是的 以前那些小辣小辣小辣 熱衷於政治的人 到他 到他真的醒了 他便 他便 完全不理 現在你是不可以 令到這個社會有太多想 完全不理事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一直都在說 就算你是很有熱心的人 你都應該收藏你的熱心 留回 但有時候有機會的時候才拿出來 不是現在跟他們 你那些快必有什麼用 不是浪費你的精神 你那些什麼救污團 又是浪費精神 其實救污團就是污名化了整個黃絲 基本上是的 現在我認自己做黃絲的人 根本上是很不堪的 你看到他們做的行為 是完全 連這個人都不是的 你看看快必他就知道 人家阻礙他回家 去看聲音 阻礙他回家 阻礙他幾十分鐘 他便屌殺人 好嗎 這些人你怎麼可以 給他利用到 你給他利用到 你都傻的 這些人 基本上是 每一次出來做事 都是搞我這件事 他每一次 快必是沒有一次例外 每一次出來都是搞我這件事 明明是好事都會搞到壞事 是垃圾中的垃圾 說起來都會生氣 問題就是 現在如果不走這件事 你之後 未來 兩三屆都會見到芒果佬出來搞 如果有些補選的情況 芒果佬肯定會出來 馮檢基也肯定會 他們不會就這樣收了這些退休 他們這兩條銀家產 是一定會 堅持這樣收共產黨才做事 是 即是 他說我可能犯了什麼七條例 我就不理會他 現在我也不敢在香港 這麼厲害 日本人抓我 你老美 告情我 正如剛才我這樣說 泛民最錯那著 就是現在做事 在吳光明正式 每個人都是 思思叔叔 打算找個 蘋果日報去說 我爆他大件事 這條套路基本上 不再活的了 馮檢基這傢伙 很夠苦 你看芒果佬也是 那些人 根本上 你講真的 好人好者 怕了芒果佬那些人 即是說真的 都怕了光頭機 射頭 射頭 射頭機 你會想什麼 其實這兩 這兩種人 好人好者 看到那兩件的秘密 就應該混到 我都不應該屌錯他 說真的 我在這裡 和他道歉 我都不應該屌錯這兩件 因為屌錯他都是浪費 表達他影響不到 結果 但是 你投給健康大事 就影響到 下次就不用他們做了 因為流星是沒有機會贏的 大家記住 當流星是沒有機會贏的時候 你應該拆落投票 投給陳可欣 即是說陳可欣 是Laser Evil 不是 你是要令到 這個芒果佬沒有下錢 今次收錢 什麼都做不到 表面上 就是戒票最厲害的那些 再沒有市場 即是再沒有資源 對 你是要弄走那些人出來 要廢他們武功 絕對是這樣 因為其實 實際上 你流星是沒有機會贏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我說個現實 給大家聽 你不相信 沒所謂的 你可以沒所謂 我告訴你 之前鄭永迅 鄭永迅 他在九龍西是怎樣的呢 他找幾個錄音機 拿幾個錄音機 在地址口播的 我那時候 他選的時候 我都回到香港 一段時間 我沒有見過他真人 全部都是 那些錄音機 在播的 是播聲帶的 在地址站 沒有擾民的 他有做事的 相信 但是 你不是在我們 那種情況下 看到 我是認真的 所以 就是 不要以為 現在是 雨傘運動 或者2012年的時候 不是現在的時間 推移了 2011 2012的時候 激進派有很強大的 號召力 現在 六年之後 這個世界完全不理解 不要 懷念 那時候的 什麼 2% 那些 世界已經 向前走了 現在 唯一可以想的 就是怎樣可以 手引芒果佬 可以令到他沒有下 清正本源 重新建立一個大台 是當務之急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亦都不可以是一個 肥佬黎操控的 肥佬黎這個人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公道 那個人 還有 他的思心太重 就是 他想做梅鐸 他想做梅鐸 但是他沒有梅鐸那種 拼勁 是吧 亦都有一件事 就是 他也沒有梅鐸這麼有錢 梅鐸是 全部全部 控制了 西方現在 電視啊 報紙啊 電台啊 他是控制了 你肥佬黎一飯而已 所以 不是 共產黨 共產黨 真的控制了全部 但是共產黨贏不了 因為共產黨那些事情 真是失民心的 現在 他們做一些好事 但是 不是代表他們 一天之間 會信他們 就是 共產黨要做好事 要做好事 要做好事 才會相信他們 尤其是 在另外一邊 就是 反對他們的人 來看 當然不信共產黨 都信不過 這班 其實 說句老實話 肥佬黎 叫做 泛民的共主 但是他有一件事 其實 他是一個很明顯的 往事 就是 很自相矛盾 他是美國公民 他經常說 他有美國護照 他去哪裏住都不懶 但PT就留在香港找吃 但他經常叫人去日本 日本、泰國、柬埔寨 買樓 去那裏生活 去體驗 為什麼他有美國護照 他不回美國住 一定是在香港 因為香港很找吃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 都看不到 我不明白 因為香港 因為現在 因為香港沒有其他傳媒 會再幫泛民 我的看法就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香港人 真的要找吃的人 是 不是怎麼理政治的 就是理政治那班 就不是真的 怎麼需要找吃的人 現在很多人 好像找到吃 我想說 真的找到吃的人 就 其實真的很少 上Facebook 還有這個 就是 上網時間 十分地少 如果有認識幾個朋友 就是看上去 算是找到吃的人 就是 Facebook是空空如也 就是最多分享幾篇文 就是 不會好像那些 什麼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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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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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造謠的太多了 現在 就是我認為 就是 就是很難的 我其實都很深淡 為什麼就是 其實 你說什麼都沒用 他們 造謠那幫人的力量太厲害了 你說真話沒用 真話反而無力的 現在他們還要說到 小例是有勝算的 我覺得 你不是的 其實很明顯 小例是沒有勝算的 現在 馮檢基出來之後 其實 一群人 都在騙選民 已經到了一個位置 騙到多少選民 完全不理 而且完全不理後果 最大問題 但是這樣說 他現在有馮檢基 那他就找到藉口 就是說 其實 其實 民主派本來有機會贏的 就是土共收買了馮檢基之類的人 但是你沒有一個辦法 可以令到他之後 不會出現 現在你投給 這個 什麼 投給這個 健康大事 他就有機會令到這個 馮檢基下一輪 下一屆 下一屆沒得出來 這個是 我想到的絕世好橋 但是他們不會接受的 你明白嗎 有時候我們說的話 好像很多我們說的話 都是 真話來的 好像說移民 當然我們現在轉了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要說我們 是固執 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是比較悲觀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會說移民不好 因為現在的勢 你呢 真是 怎樣說呢 令人很失望 所謂的爭取民主人 原來呢 是用謊言 社長有什麼謊言抗共 是嗎? 是呀 謊言抗共 我們最喜歡的 謊言和議員抗共 是啊 是 是 完全是浪費大家各位的時間 真的 是 有一次我看到 我相當失望 一個叫做 大學老師的親屬 比較親屬 他就說 他分享一篇內容農場 他就說 喂 你這樣不是太好 他就說 我就是故意分享他 人才能引發到人的思考 才知道共產黨有多壞 嘩 我當時心想 有沒有搞錯 原來 原來黨謊言就是可以引發到人的思考 那共產黨也說 六四沒有殺過人 我就是想引發一下你思考 我有沒有做錯 是嗎? 唉 所以沒辦法 現在大家就是 和最壞的人比 你明白嗎? 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比中共不壞 我不需要道德高低 我只要沒有中共那麼壞 就足夠了 只要我跟中共相比 但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 中共看起來也不是那麼差 對很多人來說 因為共產黨知道 因為共產黨知道 我如果不做好一點點的話 我真的偽語 不做好民生就麻煩了 對 沒錯 民間也明白 只要你不給飯我吃 我就會弄死你 大家是有個共識 而美國人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令到他們更加的形象力大 這件事情是絕對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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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是說 特朗普先生說會 cancel那些中國學生的visa嗎 那些人多開心 其實這樣博又是幫了中共 那些聰明人 他們已經心死了 這樣對美國 那就回到中國賺錢 又有優惠政策 又有地位 你老美又不歡迎我 那我就回到中國賺錢 回到中國賺錢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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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搞壞美國 不如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說一遍 怎麼害美國 實際都是幫中共 我是美國 說多一點 說多一點